这是1945年的真实影像 各省士兵当众枪毙叛国汉奸 临死汉奸喊冤求劳 这些汉奸为日军充当马前卒 帮助日本人欺负同胞 残害同胞 那么当时我国有哪些知名汉奸呢 这些汉奸下场都是怎样的 当时知名汉奸诸如日本特务机关著名间谍川岛方子金碧辉 汪伟政权首席领导者汪精卫和他的老婆陈碧君 为满洲国的总理张景慧 为上海市市长傅小安 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 臭名昭著的76号担任情报机关负责人的李士群 这些人为日本人充当走狗 尤其是诸如溥仪和汪精卫等人 他们的投降为我国抗日战争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溥仪的出走导致大批满清遗老遗少 纷纷站到了为满洲国旗下 走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对立面 而汪精卫的投降导致前线一批意志不坚定的国军将领 承建制地投降了日本人 但1945年 随着日军轰炸美国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进入了战败的倒计时 苏联钢铁洪流突击东北 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 8月15 日本被迫无条件投降 日军投降后 国内的汉奸顿时失去了靠山 等待他们的只剩下政府的审判 感谢观看